第十一节 好 现在请你注意 我们读第十一节一同来读 第十一节 那些人成圣的 那些人成圣的 都是主义的 OK 使人成圣的 得以成圣的 现在问你 使人成圣的是谁 耶稣基督 得以成圣的是谁 我们 好 万无所本 万无所书的是谁 上帝 上帝要 把许多的儿子 带进荣耀里 对不对呢 那还没有把许多儿子 带进荣耀里以前 先叫他的独生子 借着什么 受食的苦得做尊贵荣耀 对不对呢 你再听再听不要先看 看我这里 上帝是万无所本 万无所书 那这位上帝 他要把许多的儿子 带进荣耀里 对不对呢 那么把许多的儿子 带进荣耀里 以前 他曾经叫他的独生子 就是长子 这个长子呢 怎么样呢 借着受食的苦 原文是单数的 耶稣基督的苦难是多的不得了 所以 以撒亚书五十三章说 He is the son of sorrows the man of griefs 那边都是用多数的 the son of sorrows the man of griefs 但是呢 这里是受食的苦 是单数的 耶稣基督自己孤独 承受了这个最可怕的 以神感觉的这个食的苦 他借着受食的苦 得着尊贵荣耀 那么现在呢 上帝要带领许多儿子 进入荣耀里 表示说 耶稣基督得着尊贵荣耀 是为了他自己 或者使我们也有份啊 使我们也有份 对不对呢 那我们怎么能有份呢 我们是因为他的了 我就跟着 我就荣耀了 因为他的尊贵 我就跟他尊贵了 这样有特权了吗 亲爱的弟兄请你注意 这下面就讲没有特权的事情 因为连神的儿子 都有受苦才能完全 没有第二条路 基督必须受苦 是灵性的一个步骤 基督必须受苦 是我们信仰的一个 不能否定 不可避免的原则 基督必须受苦 也成为我们灵性追求 一个最重要的榜样 因为耶稣做我们的榜样 上帝使基督 借受死的苦 都遵御荣耀为冠冕 这上帝使这个儿子 经过这样的原则 他要领许多的儿子 进到荣耀里 救死救他们的颜帅 谁 你注意听啊 你平常读经不必这样辛苦的 我知道的 但当你这样明白以后呢 你永远不会忘记这些圣经节 这些圣经节太伟大了 不过看不出伟大在哪里 好像很简单 你再注意听啊 基督是受苦才荣耀 对不对呢 受死才符合 对不对呢 降悲才升高 对不对呢 因为受羞辱才尊贵 对不对呢 这个程序可以不可以避免的 不可以避免的 那么基督是上帝的儿子 上帝使祂的儿子 度生子到世界上来 原是天使都要敬拜祂的 第一章第九节告诉我们 但是暂时比天使 微小一点的耶稣 因为所受的苦 得了什么 尊贵荣耀对不对 所以苦在尊贵荣耀之前 好 这一节弄清楚了 原来为万物所本 为万物所数的 谁 上帝 要领许多的儿子 谁 我们 那么这一节不提到基督了 就提到上帝要领我们这些儿子 我们是耶稣的儿子 或者上帝的儿子 从来不可以把耶稣基督 基督教基督徒当着耶稣的儿子 这个是许多领恩派的错误 我是王的儿子 耶稣万王之后 我是王的儿子 圣经从来没有讲基督徒是耶稣的儿子 这是绝对错误